感谢主带领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 向下扎根 建立属于自己的信仰 我们下午要讲三个方向 第一个 如何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个 我们怎么面对 在灵修上怎么面对操练 怎么在操练上得到长进 在信仰上都有体验 第三 我们怎么样将这份的信仰传承下去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或是自己的家族来讲 这份信仰如何永续经营 到主耶稣再来 犹大叔二十节就是这么说 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 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这是犹大叔二十节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 那里面告诉我们的四个面向 那这四个面向当中 我们今天要提出第一个面向 我们如何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因为信仰的建立 需要一个基础 一个根据 这个根据就是圣经神的话 说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 深深地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那这一份的信仰 透过神的道理 神的道 对我们才会有价值 我们参考耶利米苏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 从三十一节看到三十四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三十二节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以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三十三节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三十四节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圣 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是南朝要被毁灭被辱之前 也就是当下他是先知 在那个年代 他是相当辛苦的一个先知 如果以人的立场 他是最倒霉的先知 所以我们后来有人称他为流泪的先知 因为他不但苦口婆心 从约西亚就是南朝的第十六个王 开始苦口婆心的教导引导 不管是国王还是百姓 甚至那些宗教上的领袖 他都一一地告知神的启示 但是当时大概很少人会接受 他的说法跟做法 因为已站在国家的立场 按照神的旨意 国家就是要被辱 就是要投降 也就是当时的巴比伦这个强国 要来侵略 那就是要投降 因为这是神既定的一个计划 因为当时 北朝已经被毁灭了 南朝也是因为表现不好 所以神也要借着被辱这件事 来处罚他们 让他们在国外痛定是痛 七十年之后再回来 所以当时有些先知 被神的启示 告知 他们很清楚 早一点结束 早一点回来 但是 所握着权力的人 既得利益的人 他们才不要这样 所以耶利米先知之所以辛苦 就是在这里 所以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 就是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 说神要再次 跟属他的人立新约 既然立新约 那旧约是什么 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第六节说的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第六节说的 当时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 出了埃及 左旷野路 来到西乃山下 神再度跟他们宣告 神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神告诉他们 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也就是神拣选他们 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也就是他们要站在 每一个国家跟神的中间 成为祭司的国度 那我们今天彼得前书 二章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是全民祭司 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 都是祭司 也就是站在人跟神中间 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引导 引导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 就像哥罗西书一章 二十八节说的 我们要用各种智慧 各种方式把人 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 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是祭司 当时神跟以色列人 所立的约就是这个约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不到 所以神才跟耶利明启示 说之后 我会再度的 跟所属他的人立一个新约 那这个新约当中有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跟旧约的重点有相关 旧约神跟他们立的约 他们没有在听 他们没有在落实 也就是没有做 也就是不听话 不听话 所以神说 没有 那我今天再次的 跟所属的人 属于他的人立的新约 做什么 就是要这些人听话 因为在三十三节这里 中间有告诉我们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哪样呢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一样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就业就是这么讲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六节 就是这么讲 可是他们有做到吗 因为他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 一直到耶利米的年代 就已经命定 神已经命定了 当时的南朝最后一个好王 约西亚 第十六个 神人就很清楚地告知 就是要 神决定要毁灭 也就是让南朝 被巴比伦所吞 但是神的意思 就是要拔出栽子 拆毁建造 这是耶利米的 耶利米书的一个主旨 一个重点 所以今天神在这里 透过耶利米告诉我们 当今天神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 就是希望我们听话 那我们既然要听神的话 就是这里说的 要将神要将他的律法 就是他的规范 就是神的道 就是圣经的东西 要放在我们里面 写在我们心上 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经 一定要很清晰 一定要了解 所以一直到新约的时代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段 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个人把它看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明白圣经 有得救的智慧 神的律法 就是圣经 就是神的话 神的道 那么如果明白呢 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 不但要来信耶稣 为什么要持守这份信仰 当我们要持守这份信仰 我们绝对心知肚明 要付上代价 因为它是一个规范 所以一定要付上代价 那我们为什么 情愿付上代价 因为这就是得救的智慧 我们为了要得救 为了要让我们的灵魂 有一个归宿 最后到神 回到神那里去 这是一种智慧 这个智慧是神给的 那这个神给的智慧 是透过神的话 那如果我们今天 明白神的话 那我们就会接受 我们就会遵守 那我们就会得到 这叫做得救的智慧 第二个 学习意 不管是仁意 公意 学习神的意 是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明白圣经 对于学习神的意 是有帮助的 第三个 明白圣经 有行善的能力 因为圣经神的话 神的道是有力量的 是有功效的 希伯来书 第四章十二节 就是这么阐明 神的道是有功效的 是活泼的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 活泼的就是有生命的 是有功效的 是可以达到某些的程度 某些的层级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圣经 明白神的道 我们要行善就有力量 因为神的道会让我们得到 属灵从天来的力量 去行道 去行善 所以同样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知道善不去行 就是罪 这个我们也是透过圣经的认知 我们才对罪的解释 才有了解 因为我们一般人 对自己的过犯罪恶的认知 大概是我没有坐监犯科 我大概没有罪 因为我没有坐监犯科 可是圣经对罪的阐明是说 设不中目标 达不到目标都是罪 也就是我们很稀松平常讲的 该做的没有做 不该做的去做 通通是罪 所以我们不能 在这个时候 就像早上说的 不能简化 我们对神的道理不能简化 也不能用人的观念 来解释神的意思 那是错的 那既然解释错了 用不同的答案 来解释神的意思 那当然是会错 或是他会有缺失 因为不够全面性 因为神的道 他是全面性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强调 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信仰 一定要明白圣经 明白神的道 所以我们看到 当神要将这份的救恩计划 希望人来配合他 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家族 当神希望亚伯拉罕的家族 来配合他的救恩计划 其实还是强调一点 就是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去做 不是只有听一听 不是只有一个观念 这样没有用 达不到那个功效 我们参考创世纪22章 创世纪22章 我们从16节看到 17 18节 创世纪22章 并且地上万国 都被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重点 从创世纪的第12章 第一节开始 神在异象当中 异象 怎么知道异象 因为《使徒行传》第7章 第2节以下就是讲这个 神在当亚伯兰住 迦勒底的吴尔 他就向他显现 然后告诉他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附加 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个时候 为什么亚伯兰就恶化不说 就移民了 就半移民了 因为神给他应许 你听我的话 就可得到大国 成为大国 得到大名 可以得到大福 离开三本 得到三大 亚伯兰清楚 所以他就离开了 来到神所指示的地方 迦南地 就是我们后来称为应许之地 可是你看西伯来书 11章13节到16节 不管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当他们要死之前 他们有得到神 跟他们应许的内容吗 没有 迦南地是谁的 迦南地在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他们得到 只是一块坟墓 而且那块坟墓 还是亚伯拉 亚伯拉罕用钱去买来的 也就是神对他们 应许之地的这个地方 他们三个先祖 要死掉之前 都没有得到 可是他们是欢喜 欢喜 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认为 他们清楚 神没有骗他们 神也不会骗他们 因为神是信使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帮亚伯兰 以撒雅各做见证 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谁在住 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神有骗他吗 没有 因为神有神的时间 时间还没有到 当然没有得到 可是时间一到 自然就给你了 这个就是 刚才我们念的第十八节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神是无所不知 难道他不知道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程度 到哪里吗 整个创世纪二十二章 从第一节开始 就开始讲清楚了 二十二章第一节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出了一个考题 这个考题 这个题目 就是以撒 就是他的独生子 他所爱的儿子 他只有这个应许之子 这个 如果按照神的指示 要用凡计的方式 献给神 就是杀掉 流血剥皮切块 用火烧掉 变成灰烬 亚伯拉罕 恶话不说 直接带到山上 把儿子绑起来 准备用刀杀 为什么亚伯拉罕 敢敢这么做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一定要听从神的话 神叫你怎么做 你不要废话一堆 不要理由一堆 不要借口一堆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当我们在信仰上 遇到难题的时候 理由就出来了 借口就出来了 怎么可能呢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做到 就这样 来了 那如果是 以亚伯拉罕来讲 如果是我 我也做不到 因为你给我的以撒 是我一百岁的时候生的 是我不能生育的时候生的 就是号称应许之子 既然只有这个应许之子 你偏偏要挑这个 你为什么要挑这个 其他的孩子我可以奉献 为什么要挑这个 不能奉献 杀掉就没有了 问题是不是 因为当时的亚伯拉罕的信心 达到最高潮 对托普顶级的 难道无所不知的神不懂吗 不知道吗 他绝对清楚 那既然清楚 为什么要考试 因为他其实是要让 亚伯拉罕知道 你的认知 跟你的作法 是不是一致 你真的有信心吗 那就叫你做做看 就知道了 所以后来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神 是死无变为有的神 是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 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以撒绑起来 用刀要准备杀掉 因为他很清楚 等一下我把他杀掉 用火烧掉 变成灰烬 他会复活 他会复活 这个观念 这个信仰的观念 连马大跟玛利亚都信不到 他的弟弟拉撒路死掉了 主耶稣出现了 两个姐妹哭得 稀里哗啦的 而且还怪罪 主耶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呢 如果你早一点到 我弟弟就不会死掉了 主耶稣都没有关系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马大怎么说 我知道啦 世界末日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以后啦 以后我弟弟会复活 这个我知道 一样嘛 观念嘛 观念 主耶稣说没有啦 现在 现在就复活了 马大说 那impossible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已经埋葬四天了 已经在坟墓里面了 怎么复活嘛 现在连到坟墓去看 都已经错掉了 主耶稣说没有关系 我们去看看就好了 所以当去到坟墓 石头扳开 然后呼叫拉撒路 他就出来了 就起来 出来了 不是复活了吗 所以 整个创世纪 22章 当时的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到那个程度 所以他可以 做到那个地步 这个跟信心有关系 那为什么可以 达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对神的话 对神的应许 是清晰的 是相信的 是接受的 不会怀疑 我们有时候是 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懂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 在讲亚伯拉罕 将以撒献上 OK啊 我们在听一百遍 还是一样 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神从来没有 叫把我们的孩子 杀掉献给他 没有啊 我们不会遇到 亚伯拉罕所遇到的 绝对不会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亚伯拉罕这个是 一个操练 所以亚伯拉罕遇到的操练 我们也会遇到 不会相同 但是一定有的操练 那这个操练的目的是什么 神很清楚告诉亚伯拉 我今天为什么要在 将以撒献上 这个操练放在你身上 因为我要知道 你听从了我的话 你真的有听啊 有听就要做 做出来才算是 还没有做之前 你说我信 不知道你有没有信 因为当你信的时候 你要付上代价 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的历程当中 比较困难的一点 如果只有听一听 好听就好了嘛 感动就好了嘛 再来 当然没有关系 最多听到感动 都已经不错了 甚至有时候 我们还听不懂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当我们听懂了 可是又感动 接下来就没有了 接下来就什么 没有 照理来讲是 听懂了感动了 我们的灵性 在至圣的真道上 会造就自己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会更加的稳定 凌晨会提升 那才叫做造就 如果没有提升 什么叫提升 就是改变嘛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稳定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 这叫做造就 所以那个不是理论 那也不是口号 它是很具体的 我们有没有在信仰上 得到造就 这个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 在神对他 最后的一个考验当中 他成功了 因为他真的要做 是神阻止他 说好了好了 不要了 你千万不可下手 把你的孩子杀掉 因为神也不希望 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纳闷 神 你刚才 你之前跟亚伯拉罕说 把你的孩子 用反击的方式献给我 就是把他杀掉了 烧成灰烬 献给我 那二方接着下来就说 不用了 当亚伯拉罕都一切准备好了 你又跟我讲不用了 这第一个 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 神最讨厌 最证悟的是什么 让儿女经活 把儿女用杀掉的方式 烧掉的方式献给神 神很讨厌这种事情 可是有些宗教信仰 是这个模式的 尤其在 像索罗门那个年代 在历史 在历史书的年代 他们就是这样 有一些的宗教信仰 是将儿女用火烧掉 那叫做使儿女经活 那是神最证悟的事 那既然神你最证悟这种事情 那你偏偏为什么要叫 亚伯拉罕用这种方式处理呢 矛盾 矛盾嘛 这个矛盾当然是我们说的嘛 站在人的立场 我们认为它是矛盾 可是站在神的立场是 我说了就算 我说了你照做 这就是我们有没有明白 圣经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当我们明白了 既然是神说的 我就照做了 当然这个照做不要像早上说的 我们对神的话不能僵化 我们对神的话不能简化 我们一定要深化 应该说我们应该消化 深化提升 因为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以经解经 这里扣那里记 把它对照起来 串联起来 我们对神的话就很具体 很清晰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 因为在创世纪十七章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十七章 第五节 跟第六节 我们一边听一边看 第五节 十七章第五节说 神跟亚伯拉罕讲说 从今而后 我要帮你改名字 你本来叫做亚伯拉罕 就是尊贵的父 我今天要把你改名字叫做 亚伯拉罕 叫做多国的父 所以十七章的第六节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神要 要做好救恩计划 希望人来做配合办理 所以他选择了 他选择亚伯拉罕 这个家 这个家族 所以才跟亚伯拉罕 在九十九岁的时候 应许说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这个君王 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 你会生出救主 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就已经抢清楚了 救恩 救赎 所以神已经跟他讲这个部分 那讲这个部分 当然接着下来 就是要给他一个应许之职 请问亚伯拉罕 相信吗 没有相信 到这个程度 他七十五岁 来到 七十五岁来到迦南地 现在是九十九岁 二十四年 将近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至少神对他的应许 就是让他的子孙 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心那样多 可是在他九十九岁 就是神对他应许的 二十四年之后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信吗 他也没有办法信 他也信不下去 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 十七节 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就俯俯在地 喜笑 心里说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十八节 亚伯拉罕对神说 但愿以色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谢谢你 我已经有孩子了 我那个孩子叫做以色玛利 不用了 你不要再给我孩子 因为不可能 神你要给我孩子 不可能 因为我一百岁了 我太太九十岁了 我太太的生育年龄 已经过了 不可能 奇怪 亚伯拉罕对神不是 我们称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 如果谈信心 他是我们的前辈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前辈 是我们的榜样 结果在这里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亚伯拉罕比我们更有信心 没有 神都已经跟他讲得那么清楚了 他还是不相信 他说不用了 有以色玛利就够了 可以了 神说那不算 所以当信心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个信心是很皮毛的 不是只有我们 连亚伯拉罕都是 他的信心也只不够如此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的信仰 他的信心一开始就这样 这个就是对神的话的认知 神已经 你注意看那个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 神向亚伯兰显现 在异象当中 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 再来要发生什么事 他说不用了 都已经很清楚了 一对一的说明 他还是说不用了 谢谢 只是不好意思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 一百岁跟九十岁怎么生孩子 他有接受吗 他相信神的话吗 他不相信 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所以当二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二十二章十八节 为什么当初从创世纪十二章 对你的应许的那个大国大名大福 今天你是可以得到的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你真的听了 你听了 做了 所以我对你的应许你是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等一下讲第三点 信仰经营 永续经营 信仰传承 一样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听从了神的话 把我们所领受到的真理 运用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怎么希望 怎么能够盼望说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子孙 也一样能够听懂神的话 然后落实在生活当中 怎么处理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 都要不断地操练 所以后来到了以撒 亚伯兰的儿子 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 创世纪二十六章 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五节 二十六章第四节 我要加征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 都示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第五节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律法度 当神要将这个应许 从亚伯拉罕那个年代 移到他的儿子身上的时候 神特别交代那个以撒 你爸爸是怎么得到 我对他的应许 是怎么得到的 因为你爸爸听从了我的话 遵守了我的规范 所以一样 希望你身为他的儿子 要跟你爸爸一样 要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规范 这样我对你爸爸的应许 来到你这一代 然后继续下一代 你要代代都听从我的话 听懂了我的话 听懂哦 然后听从我的话 那这样神 对你们这个家族的应许 就永不落空 不然不到哪一代会落空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 不知道到哪一代就落空了 因为没有再听了嘛 我们接着下来 我们的子孙是不是真的也听了嘛 没有听啊 也没有做啊 听不到做不到 那神的应许还会落实吗 怎么落实呢 因为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是神主动的 但是人是要配合办理 人要配合神 对我们所吩咐的 我们要配合办理啊 那配合办理 那神的应许就不落空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怪 怪罪说 没有啊 没有得到啊 没有没有 你还没有做到 你要先做到神吩咐的嘛 你看 那我们这些古圣徒 通通是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啊 神怎么说 你怎么做 那福气就跟着来 所以后来二十六章 就是写这个嘛 神告诉亚伯 亚个以撒说 你不要跟你爸爸一样啊 当这里第一道饥荒 就下埃及啊 不要再回到 不要去埃及 不要去埃及 你留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应许之地 你留在这里就好了 所以亚 以撒就听话了 所以那一年 以撒有百倍的说成 什么说成 耕种嘛 那游牧民族就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去看 游牧民族还是一样 游牧民族有很多种 一种是纯粹游牧民族 就是走到哪里 睡到哪里 一种是 没有 家庭是在这里 那牧养的人出去 一牧养再回来 一段时间再回来 所以他如果固定 在这个地方 必要的时候 就是有耕种 那可是当然现在 那是不是亚伯拉 那个年代是这样 不知道 可是那一年 以撒就听神的话 留在这里 结果他那一年就更重 就得到百倍的收成 你看 听话就得福 所以这个得福 跟听神的话 是有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 以撒也之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一定要很清楚 对神的话 神的道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读经 所以我们站在教会立场 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当我们在推动 信徒的读经生活 教会一定要做安排 教会一定要做准备 教会一定要做教导 每一卷一定要导读 我们希望信徒 这一段时间 读创世纪 那我们在让信徒 读创世纪之前 我们教会先讲 创世纪的导读 下一次我们讲 我们要读以赛亚书 那我们先讲 以赛亚书的导读 然后再请信徒去读圣经 因为当你讲导读的时候 它有它的 里面有比较难的解释 你先解释 你先说明 那这样 信徒在读经的上面 那有个困难度 会降低很多 那困难度降低 很自然的就喜欢上它 也没什么困难 今天读经难就难在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那我们就硬说 没有关系 就继续看 继续看